年底将至各大盛典一一巨星 12月9日2020凤凰网时尚之旋颁奖盛典在京正式开幕 演员爱的纷纷化声音时尚达人 这次活动红袋环节是在室内巨星的 所以明星们不用哀愣了 女星方面看亲子蝴蝶结礼服又美又新 王志雷射质感变色长裙别出心裁 那么杨子超宽松陆克朽相间 郭小婷蓝色礼服高歌典雅 苏芒黑裙端装大气 陆克燃全陆可超音 安齐露肩黑裙高贵迷衍 海露抹胸礼服秀事业线 李斯丹妮黑色西装搭配金色长靴 秀逆天美腿太散了 孔雪儿粉色纱裙仙气十足 杨仪潜纯红色西装纱裤裤裤美朋友 马苏蓝色纱裙袖相间 霓虹节红黑剑柄开插礼服 秀白细美腿周比畅黑白丝绒一味裙 整个人冷艳大气 张艺红色阔形抹胸裙大气美艳 郭勇蓝色套装个性热眼 李纯露空礼服性感迷衍 张细仪开插黑裙端正不识性感 张猛香槟色礼服性感高贵 孟嘉贝凌云清闻 大叫凌云红唇夜走红毯 飞上邪沫啊 荣祖儿粉色娃娃沙裙 蝴蝶结玛丽真邪 俏皮少女 陈都灵涂涯花色衬衫裙走复古赶风 黄液红色飘带 宽肩礼服裙霸气欲解风范 凌云拼接礼服 还美贵气 为孟嘉带来纯印的凌云 对服装的选择理由 也十分爆笑了 什么想法就是 可能能挡一半的肉吧 男明星这方面则显得十分保守 成丽诺白色樱花外套 清爽帅气 潘玉明瘦身成功 变帅不少 上一轮差都耍帅 王耀庆绅士发十足 熊子气黑色系服装 搭配小便亮色前卫 河炒戏千饼 尽显呆萌 杨乐帅气挥手 陈玉如穿长款西装 帅翻全场 无颗裙西装look 帅气爆棚 黄爵穿印花夹克型男犯 刘凯威黑色 体耀纹西服裤装 帅气绅士 高天鹤大雷锋帽 帅到犯规 秀恩爱的统大伟关羽 则大洒狗粮 也为红毯带来了一丝甜意 颁奖活动随后进行 千号精神等也有出席 周比赵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北京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